大家好,咱们讲一讲另外一个画家叫做卡拉瓦乔 卡拉瓦乔是一个地名 其实他的真实的名字叫米开朗基罗 在他们那时候的名字都是开始叫米开朗基罗 然后在卡拉瓦旗出生的米开朗基罗 大家都普遍叫他叫卡拉瓦乔 卡拉瓦乔出生于米兰附近的一个卡拉瓦乔的镇 他长大以后到了米兰去发展 他对绘画非常的感兴趣 年轻人都要去一个大的城市 最后他去了罗马发展 卡拉瓦乔这人的性格非常暴躁 非常发脾气 容易在斗殴 他经常被关到监狱里 在监狱里待上几天就出来 他继续创作 在他打架到监狱 然后创作 他的创作往往给他减刑啊 或者贿赂法官啊 他去了好多城市 他在罗马打架以后成功的越狱 到了纳布勒斯 在纳布勒斯呢 进去创作 在纳布勒斯最后也待不下去了 他还跑到了马尔他岛 在马尔他有一个骑士团 叫医院骑士团 他跟那个骑士团团长非常好 因为他给骑士团团长画画 但是呢 他呢 跟另外一个骑士又干架斗殴 结果又被送到了监狱 他在监狱待了不久 就成功了越狱 而且在越狱的时候呢 有人给他准备了一个小船 据说呀 是那个骑士团团长 成功的帮他越狱 越狱以后呢 他又到了西西里岛 在西西里岛待了一段时间 他就去了纳布勒斯 在纳布勒斯呢 他最后还是 在他临终的时候 准备去罗马 结果不幸38岁去世 他去世的时候是1610年 也就17世纪的初期 他其实是巴洛克艺术的一个壁祖 大家我们看 现在看的这幅画 就是一个镜武画 也可以说 这是最早的一个镜武画 大家认为 那时候很少镜武画 在古希腊时候 画画都画得比较华丽 而且 但是他呢 他确实画得非常真实 他以写实为 也是巴洛克的一个重要的 重要的写实 你看他那个苹果 苹果上面呢 还有虫子眼 而且那个叶子呢 还在凋零 他不但画这个镜武 他画人物肖像和镜物一起 你看他的人物画的都特别丰满 你看这个人感觉比较丰满 而且他光线呢 就像舞台的光线一样 照亮他脸 脸的旁边呢 是比较黑暗的 他画的镜物肖像 都比较的成功 而且人呢都比较丰满 他的色彩呢 非常的饱和 你看黑就是黑 红就是红 黄就是黄 这也是巴洛克艺术的一个重要的特点 我们现在看的这个 抱花篮的这个女子 这个 看得非常的可爱 她据说是卡拉瓦乔的一个朋友 你看着看着抱那花篮的里面 那个叶子 有的就凋零 有的还是绿色 有的还挺新鲜 这是真实反映了这种 花篮 苹果的这种真实的形象 这个她谈琴的一个女孩 你看旁边也有那种花 她非常擅长画这种肖像啊 旁边还有镜物啊 这种画 大家我们就简单介绍这几幅 这个肖像啊和镜物画 你看这色彩还是比较饱和的 有黄啊红啊白啊 人呢还是比较丰满 看这幅画 这幅画是 纸牌作弊老手 你看看这个灯光 你看灯光呢 不是那种自然光 而是舞台效果的一种灯光 该亮的亮 该按的时候就 别的说就暗 而且人物呢 你看那个 有一种 在动感 就是在 非常扭曲的一种旋转 那种 不断在运动的感觉 你看那个 中间那个人 作弊的人 你看那个手势 和他的眼睛 都好像在 不断的在运转 不断的暗示着什么东西 非常活灵活现 那个人呢 这个背面呢 拿着两张牌 放到后背 这非常有意思的一幅画 他这就是 最常见的赌场的一种 真实的这种 真实的这种画面 你看到这幅画的时候 你不会感觉特别平静 而是感觉一种 人们在一种 就在信息的交流 这幅画的名字叫 纸牌作弊老手 我们现在看的这幅画呢 就叫做圣母之死 大家可以喊到 圣人圣母啊 一般在古希腊的时候 古罗马的时候 都比较圣人嘛 都比较圣人化 而且你看这幅画 他就大胆的 把圣人繁琐化 这个圣母啊 你看她在那里 就是看不到美感 其实这个模特儿 是在停尸房 找来的一个 溺死的女子 你看这个女子 这个肚子还是比较大 可能在死去的时候 这人的一种真实的表现 她的脸色是蜡黄的 身体 手 是没有力气的 因为她腿呢 还是比较僵直 这就是真人死去的状态 再看这幅画 这幅画是圣马太被召唤 你看看这个就像一个舞台一样 那个灯光多么的美 它不是自然光 而是一束光照进来以后 你看右边 耶稣和圣彼得 进来之后 耶稣的手指向那五个人 而那种光线也洒向了那五个人 他们的脸都被照亮 据说呢 这五个人当中呢 其中有一个圣马太 你看有一个人用手指 一个手抬起来 指着一个人 他的脸看着耶稣来的方向 有人说他是圣马太 另外有人说呢 是没有抬头那个人 而是在低头数前 那个人是圣马 是马太 这幅画就 主要是表明 在圣马太被召唤那时刻 新生活开始之前的那个时刻 圣马太知道 他是一个收税员 你看看这个 这个光影的对照 非常的贤明 有光的地方非常的亮 其他地方都非常的暗 用光来 出出出这个人的这种表情 就像在一个舞台 这个戏剧化的演戏一样 而且耶稣基督呢 用黑暗的东西 用黑暗的这个 暗影 看得比较模糊 咱们再看这个 克拉瓦乔 这人性格是比较暴烈的 你可以想象 他在他这个人生当中 又充满了好多 生长的一种暴力的空间之内 他会遇到了好多的暴力 他画的这幅画就是 朱迪斯杀死 那个 哈佛勒那种 在旧约圣经里有这个故事 这朱迪斯呢 是犹太人的公主 哈佛勒呢 是亚树的一个将军 你看 他那个 冷森森的这个 亮闪闪的刀 割下了那个 亚树将军的头 那个血喷出来 形成了贤明的一种对照 那光线呢 照在了这个 朱迪斯的脸上 朱迪斯看得是一种温柔的女子 而那个刀呢 是冷冰冰的刀 形成鲜明鲜明的对比 这就是巴洛克艺术的一个风格 大家最后再看这幅画 这是大卫 杀死戈利亚 巨人戈利亚 这个戈利亚的头被砍下来 大家这个头 这个是 其实是卡拉瓦乔的自画像 这也是他晚期的一幅创作 有人说呢 卡拉瓦乔 这个前面的生活 他自己也感觉到 他犯了好多的罪 他可能用这幅画来谢罪 来忏悔 你看这个光线 明暗的对比 非常非常的明显 色彩也非常的饱和 而且呢 这个 他的画的风格 真是充满了一种暴力 人家说暴力的美学 这个卡拉瓦乔 给我们一种新的 一种艺术的一种震撼 他不再像古罗马 古希腊的时候那种华丽 他更想走向 世俗化 走向 反俗化 走向真实 谢谢大家 就到这里吧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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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